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11月份就会做全面的机构插幕 全线吗 对对对 那我们会把消防跟健檢的什么都纳进来 消防跟健檢 头部吗?跨局处吗? 那你之前有没有通过? 这个之前我们实际上去年就有做一次整个案件 这是去年吧? 那今年呢? 今年再去年 今年再去年 所以社会局消防跟建筑 那个建筑方面那一块 三个单位也有联合整个做起国民建筑 另外 陈队普出区 乞安老人拥和重心 6月8月2次减车 既成所超过立案成为所 未经习准受容 插公告案 以及若干没有给你人员并发心 若医法规划并行企改善 照顾值班员 但出事当晚只有两名护理人员 这跟我提的这个新闻是 他们我们更扯 我们连一个人都没有 如果发生火灾怎么办? 我给你做不到 这个没有那个护理指教 他不是养护士的照顾 那现在整个收集 医院关系的这个浮案这个 他的护理人员的比例是低比 应该要低比20 然后他的那个 他有之前的业绩的区别 然后他的那个照顾员 他日间是要低比8 夜间是低比25 然后那些医院 特别提到说 那个晚上我们去查 确实是因为 他晚上没有护理人员 那这个东西 我们已经用 提供不安全设施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给他出于消贷的方法 最后应该要求消费局 消防局和卫生局三局 应该做好联合检查的工作 让老师团可以安全 无理的到底安养以来 以消费局也减掉 为优惠老人安养的观点 一定会严格担惹老人好理机构 尤其让你人员 对中部的合理 以及拥有安全 极为重要 站在比较高价的观点 让你人员不可以抵抗 先请我们将来先盖观 彩虹报道 实在是一个不重要的 有些不重要的 不重要的 设计 有些不重要的